驚爆 驚爆 轿车右座旁突然冒出大片火蛇 直冲隧道顶端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情况危急 而警消接火通报 赶紧直奔现场抢救 三辆消防车二十位警消救火 分秒必争扑灭火事 没有多久隧道里面起火的轿车 已经烧到面目全非 那我们接火通知之后 就马上前往处理 跟由平控指挥 那封闭那个燃巷跟北巷 做一个救灾的处理 把时间往前推 车子起火当下短短几分钟 浓浓的白烟就已经窜到隧道口 再看看救火当下车辆的惨况 隧道那门烧火是猛烈 让车体短短时间就烧成了骨架 连轮胎都被烧光 对比原车的模样根本无法辨识 起火第一时间 车主原本想自己拉水线灌救 没有想到消防水袋却像这样子 破了好几个大洞 水花喷出 根本派不上用场 等到消防人员到场之后 车辆早已烧得面目全非 而这起火烧车意外 就发生在7号凌晨 一辆载有四名大学生的轿车 从台北打算去宜兰游玩 却在国道5号南下27.9公里处 爆胎起火燃烧 随心四个人发现了早 及时逃出车外 而从进货报案 封闭南北双向道 出动消防车 前前后后花了两个小时 才把火熄灭 驾驶表示 这辆车才刚更换轮胎 实在想不清楚 怎么会爆胎起火 但是再看看雪山隧道 保民用的消防水袋 竟然破洞失效 万一发生大型事故 恐怕会闹出人命 记者林医生 宜兰报道